大家好,我是秒屋 曾有这么一条新闻 一个老太太在上飞机前 把飞机引擎当许愿池 往里让硬币来祈求平安 这样的骚错错 不仅看到我一脸蒙圈 连发动机自己都还蒙圈了 幸好发现了及时 不然一飞机的人都得跟着他一起祈祷啊 不过这条新闻 倒是让本喵忽然发现了一条发家致富的新图景 在机场口租个地儿 放上一个起伏箱 这样就能避免此类麻烦 当然,钱不钱的无所谓 主要是想让那些喜欢胡思乱想的乘客们 有个心理安慰 好了,回归正题 今天给大家讲的电影是《鬼航班》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家正在飞往文敦的航班上 忽然出现了诡异的神秘事件 随着机舱灯那一阵闪烁过后 头等舱里的金发女忽然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 上一秒还在和她接吻的新婚丈夫 忽然就凭乎消失了 作为飞行安全观的男主立马开始处理这个问题 附近的一位医生也主动出来安慰金发女 而过到另一边的光头南北下的直冒伦海 紧张地从行李架上取下了自己的皮箱紧紧地抱在怀里 男主询问了空姐 确认没有人起身离开过座位 而且灯光闪烁前 空姐已轻眼看到失踪的男人确实是呆在座位上的 这让男主开始犯难了 只能先让空姐彻底搜索整架飞机 万一有惊喜呢 另外他也告知了机长这一特殊情况 可飞机也就那么大 行李舱都是疯死的 一个人怎么可能在飞机上平白无辜地忽然消失呢 这题机长也不会做了 不过他指出 如果客舱中的灯熄灭 驾驶舱里的警铃理应发出警报 然而他却一无所知 这点很不寻常 男主建议返航搜查飞机 可机长却告诉他根本行不通 这牵扯到巨大的利益问题 上头只会让他们坚持到目的地 然后再调查 所以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去盯着乘客们的一举一动 挨到目的地再说 男主回到头等舱 再次询问金发女事发时的状况 试图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的突破口 而金发女也确实想起了一个恐怖的细节 丈夫失踪时发出的求救声 听起来是由近之远直至消失的 此时机舱里的灯再次闪烁起来 接着又有一个乘客 在男主的眼皮底下忽然消失 原本还心存侥幸想认真破案的男主 这下真的是彻底死心了 这种案子 柯南看的都想流泪啊 而旁边的光头男已经被吓得目光呆滞 虽然两个空姐自己都不淡定了 却还得强砖镇定地安抚其他乘客 让大家都保持冷静 这时头等舱里一个拍电影的导演 开始质疑光头男手中的皮箱 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 让他一直紧张地抱着不撒手 导演不依不饶地想要检查光头男的皮箱 而出于对个人隐私的尊重 男主还是智制了导演的行为 平静地至长纠纷 可当他进入驾驶舱时 灯光再次闪烁起来 这次机长竟忽然从男主眼前消失 一旁的副机长也懵圈了 如果自己也不幸消失 那飞机可就没人驾驶了 虽然现在有自动驾驶 可降落还是需要人工操作的 为了以防万一 他立马叫男主如何在到达目的地时 解除自动驾驶模式 让机场的航管人员接管飞机的降落 头等舱中一直目睹全过程的人类学家 黑发女也私下找到男主 想要提醒他 这件事摆明了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 属于超自然事件 而他曾做过大量研究 所以严重万一 他们面对的可能是邪灵 恶魔或者死神本身 他曾在书上看到过一个案例 叫做死神的幽默感 说的是大概500年前 地中海上有艘船 船上有60个人 因为死神知道 这船将在三天内被风暴吞噬 无人生怀 所以死神决定寻下开心 戏弄下船上的人 然后再夺走他们的灵魂 据说当时船上的人都听到了死神嘲笑他们的声音 这造成了严重的恐慌 很多人纷纷跳海逃亡 当然这个故事能被流传下来 是因为死神犯了个错误 让其中一个人活了下来 但据说这个人的余生 都在逃避死神的怒火 这难道是飞机上正在发生的事儿 虽然有点扯 但是男主还是忍不住想问问 怎样才能逃避死神 故事里的人可以跳海 但飞机上的人可无法跳机啊 可总不能就这样做一代币吧 这时其中一个空姐想到 那几个失踪的人失踪时都没有绑上安全带 会不会只要绑上安全带 就不会被抓走呢 虽然只是猜测 但事实也不要钱对吧 于是他们决定通知所有城客都绑上安全带 另一边 光头男忽然拉住了起身想离开座位的金发女 并告诉她 死神正在飞机上 她吞噬着受害者 并把他们永远留在地狱 而金发女将会是下一个失踪者 金发女听完 立马气愤的把光头男的风言风语告诉了男主 光头男的说法竟然和人类学家的不谋而合 这成功引起了男主的注意 这个神经质般死命抱着皮箱的男人 究竟是什么来头 他决定强行检查这个光头男的皮箱 两人也因此拉扯起来 就在男主快要抢下皮箱时 灯光再次闪烁起来 随后光头男忽然消失 男主也就成功拿到了皮箱 但很显然 宝安全带着张无效 经济舱里的乘客们也纷纷开始抗议 要去赶紧降落 其实附近张也降落啊 可惜他们目前在海洋上根本无法降落 男主去驾驶舱找工具撬开了皮箱 里面放着一本古老的魔法书 一个十字架 以及一把仪式用的匕首 所以这些玩意儿是怎么过安检的 书是用古音文写的 为了找出事情的原委 男主努力读了起来 另一边客舱中已经陷入了混乱 而且是空姐安抚不好的那种混乱 而此时灯光再次闪了起来 恰巧飞机还遇上乱流 严重颠簸 客舱里也是乱成了一片 十分嘈杂 男主不得不敢来助阵空姐 可当灯光亮起 所有经济舱中的乘客全部消失 其中还包括了正好也在这的金发女 只徒留了男主和两个空姐面面相聚 男主只能继续回去研读那本身色难懂的书 大义是某个宗教的教宗学会召唤恶魔 本想利用恶魔替自己杀人 结果却失控了 召唤者根本控制不了恶魔 导致很多人遭受耻语之殃 那么光头男为什么会抱着这么个箱子 到底是他学着召唤恶魔后失控 还是他想自杀找人陪葬 已经不得而知了 现在重中之重是找出如何对付恶魔 顺利活下去的方法 巧的是导演因为职业关系 不仅见过不少疯狂的事 甚至还曾和一个黑人女巫交往过两年 对这事竟然略知一样 看到眼前的星辰逐渐消失 他立马联系塌胎 可对方却毫无回应 就在此时灯光再次闪烁起来 副机长也被恶魔抓走随即消失 导演给男主刻补 恶魔会画画成人形混在他们其中 也就是说 剩下的幸存者中有个是狼人 而且他们根本杀不死恶魔 最好的结局也只是摆脱他 就在这说话间 正在洗手间里的空间也被恶魔无嘴带走 事不宜迟 男主把黑发女安排在驾驶舱作正 其他人则配合导演启动驱魔一瞬来赶走恶魔 经过几人的一顿瞎折腾 灯光再次熄灭 一身惨遭恶魔的攻击 不过这次 他们看到了恶魔的真身 而竟然就是黑发女 他开始飞烟走壁的想靠近男主 并告诉他 自己就是被召唤来毁灭这架飞机和所有乘客的 男主试图用咒语来咒死恶魔 恶魔果然痛苦的男人兽瞬间消失 剩下现存的三人也顺利着陆 然而此时的恶魔也恭候在仓门外 故事也就结束了 不得不吐槽下 这个恶魔的做工可真是有点粗糙啊 另外 这结局是不是有点太凉草了 都9012年了 能不能有点创意来点惊喜啊 比如主角下飞机却发现整个机场空母一人了 这才发现他们即使已经把飞机开到了地狱了 还有那位幸存的胖导演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谈恋爱选对对象的重要性 谁能想到 曾经谈恋爱所获得的见识 关键时刻还能又来保命 鸟不起鸟不起 好了 就这样 我试试长江撒狗粮的猫